但是他发觉前面有住一个乞丐 他每天就坐在那边唱歌 然后弹音乐他很快乐 他都觉得说乞丐都比我还快乐 然后他的秘书就跟老板说 老板你明天给他一些钱 你再看看他会不会在那边弹琴 然后他就 那老板说他现在这么快乐 我再给他钱他一定更快乐 他说好吧好吧 就叫人家拿钱拿给他 结果拿给他 那个老板三个四个晚上都没看到那个乞丐了 然后他就问他的仆人说为什么乞丐 那个乞丐说哇好苦啊 我有这个钱我不知道放哪里啊 所以他开始不快乐了 所以我想一个人要了解生命了解世界 他一定要有一个冷静的智慧去分析 这个在我们叫禅的意思 所以当你冷静去想一想 原来我每天没有玩手机我很痛苦 所以现在的人已经不信仰宗教 他信仰iPhone所以他不快乐 当然佛教不是叫你把手机丢掉 如果你拿手机在找 哪里有病人需要我帮忙 哪里有社会需要我去付出 那这个手机是有用的 但是如果你找手机只是听音乐 看电影 跟女朋友跟男朋友聊天 那变成手机的奴隶 你没办法去用它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 做生命的总统 不要做别人的奴隶 做金钱的主人 不要做金钱的奴隶 做感情的主人 去爱生病的人 爱可怜的流浪狗 不要做感情的奴隶 只去爱一个男人或爱一个女人 然后爱得到最后还有人自杀 所以如果你去老人院照顾老人 你去孤儿院照顾孤儿 那种感情叫慈悲 它不会让你痛苦 所以当你的心 去想要抓住什么东西 或控制什么东西的时候 你痛苦就开始了 就像很多妈妈来找我 师父我儿子很难教耶 我很痛苦耶 我就跟她说 你自己的心都管不好了 你还管你儿子 所以我想各位 如果你要得到真正的自由快乐 那释迦牟尼佛 他就在教这种控制心的方法 等你把心训练好了 然后你再去谈恋爱 你可能不会那么痛苦 因为你会不想抓住对方 你会想说 那就随顺因缘吧 就这个意思 所以就像各位来学校读书 如果你的动机是正确的 我读书做一个大学生 是希望服务这个社会 有没有地位 有没有金钱 不重要 只要我能够服务社会 所以我来学很多东西 那你做个学生快乐 但是很多人就往往想说 那我能够做总经理 我能够做董事长 我能够做别人的总统 我才快乐 那个叫野心 他会让你不快乐 就像一个女孩子 可能你现在年轻很漂亮 甚至很性感 但是你有没有想想看 三十年以后 五十年以后 你变成老太婆 那不是生命很悲剧吗 但是大家都认为 现在世界上有一个美女 大家都很认识她 那就是德烈莎修女 她好美 所以我想 这个观念就很简单 自私 那是痛苦的 当你不自私 去奉献自己 去爱众生 那才是快乐 所以我这辈子能出家 我有一点这种思想 我年轻的时候 他们办法会 那大家都去请漂亮了 我呢 我就到最后 没人请的我才去 那我就很自由 就像我做个出家人 是因为我结过婚 生过小孩 我才知道 爱小孩的那种 那种爱 让我们付出很多 但是我觉得我很自私 因为世界上 孤儿小孩那么多 我从来没有想过 去爱他们 我生了一个小孩 我才爱 后来我才了解了 自私的爱是痛苦 我应该去爱 更多的小孩子 才快乐 就像佛陀 那个时候出家 他的太太哭啊 很伤心啊 那佛陀就跟他太太说啊 世界上有很多人在痛苦 我们应该要去找出帮助他们离苦的方法 不能光享受自私的爱情 如果你会痛苦的话 你把你对我的爱 去爱皇宫那些很可怜很穷的人 你就不会痛苦 就像我刚出家 我也去佛教的学院读书 我的师父给我说 你不要去拿第一名 第一名很自私 那我说那去读干嘛 你去服务全班的同学 你去服务整个学院的同学 让他们快乐 那才叫第一名 就像各位在这个学校 假设你是一个研究生 是个博士班 因为你本身就很会读书 那没什么 但是你下课以后 愿意去厕所 把那个马桶洗干净 让别人上厕所很方便 你才叫第一名 就像世间大部分人 都是要把钱放在自己口袋里 但是如果各位 你可以把钱捐到非洲 很可怜的 那那个时候你才知道 哦那种快乐是没办法形容的 所以了解真理有智慧的人 他就会快乐 进一步 他会平等的去爱所有的生命 包括一只狗 一只蚂蚁 甚至一个鬼 都是他爱的退下 那个叫慈悲 平等的爱 那才是真正的快乐 所以我们所谓的真理是什么 就是绝对平等 绝对平等 不是人比较高 动物比较低 不是佛教比较高 其他宗教比较低 不是有钱人比较高 穷比较低 如果你有一个 对所有事情都平等的心 那你就永远的快乐 所以 如果你心中还有敌人 那你是过得很痛苦的 就算有人伤害你 你还是平等的对待他 就像你的爸爸 你的儿女 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修行 所以现在我问各位一句话 你一定会回答 请问生命真正的敌人是谁 你一定会说自己 所谓自己 就代表你的心态 因为你有欲望 你会生气 所以你会伤害你自己 重点就是说 你觉得有一个 我这个主观的 那是我的生命 那是我的自尊 那是我的家庭 你不能侵犯我 那就会造成社会对立 所以 我的身体受伤了 我的钱被拿走了 我的爱情被欺负了 这个本来就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你加一个我 这是我的 你就会痛苦 就像一个人 到山上去看风景 结果隔壁的人 是开一部很贵的跑车 到那边看风景 你是骑脚踏车去看风景 结果两个人在看风景 骑脚踏车就很痛苦 哇 他怎么开跑车来这么有钱 因为他忘了看风景 他在做比较 所以他很痛苦 就像一个女孩子 很喜欢挂一个 钻石 他只是一颗石头 但是他放在身上 他觉得很骄傲 你还不如拿一颗石头 石头还可以盖房子 所以如果各位 现在是学生 我就必须讲 千万不要赢人家 你想赢人家 本身就是一种竞争 是一种不正确的动机 你唯有能够赢你自己 战胜你自己 那才是真正的成功的人 如果你觉得你现在没有男朋友 没有女朋友 很寂寞 那是一种自私 所以你很痛苦 那你为什么不把你丰富的感情 去帮助那些流浪人 帮助那些可怜需要被帮助 那你不是没痛苦吗 所以再讲一次 依赖就是痛苦 依赖外表 依赖金钱 依赖地位 那会让你痛苦 因为所有的漂亮 就像这个花 各位都知道 它最后就会变肥料 被丢在垃圾桶 如果你执着花很漂亮 有钱外表 你将来一定痛苦 因为它会变垃圾 那佛陀是要我们了解这个真相 凡事存在的都会变化 会变化才叫永恒的真理 你要接受所有的变化 但是我们一般人不能接受变化 我的男朋友 外面有女朋友了 我的地位被砍掉了 他就很痛苦 甚至想要自杀了 所以 所谓真理 佛法 它就让你的心 能够了解 变化是一种漂亮 这样就好了 所以 就像你去公司上班 你很认真 突然老板说 明天把你fire 跟你说没有关系 我有空我去老人院帮忙 那你就快乐了 就像我年轻的时候 还没有修行 带你朋友去看电影 我都跟他说 如果你要跟我分开 电影看完才说 我看完了就OK了 所以各位 如果你要得到永远的快乐 医生跟你说 你得癌症了 OK 我心没有得癌症 所以一个永远不会生病的人 并不是身体不生病 而是他的内心 他训练得很好 这个身体只是工具 借我用的 这个才是解决生病究竟的方法 那如何让你的心 变成自由呢 那就要把这个 我这个东西拿掉 我喜欢 我讨厌 这个你要训练它 那这个就叫 禅修行这个意思 当然 所以首先你要消除贪心 就是自己的贪心 那你要开始先学习 布施啊 先付出啊 慢慢的贪心就会减低 如果你要得到 永恒的感情快乐 刚刚跟各位就说了 多去同情可怜的人 用你的感情去帮助 这些可怜的 众生可怜的人 慢慢你的自私的感情 就会淡掉 所以有一次我在街上走 有一个女孩子在 站在那边哭 那反正我也没事干 我出家人 我就问她 你为什么哭 她一直看我 她说我男朋友没来 那我就跟她说 走来走去这么多人 你都不爱 你就爱一个男人 所以你很痛苦 所以我跟她说 我站在这边 虽然我是个出家人 我对每一个走过去的人 我都用一个念 我们在念 有一个真理的心 一直希望她们快乐 所以我一个人孤独 我不会痛苦 就像各位看到電視上很多出家人都在念這個 念這個就代表一個慈悲心一直不斷的動不斷的動 去慈悲花草樹木貓狗神人都對他慈悲沒有自私他就會快樂不停的慈悲 而且這個在繞的時候會把別人的痛苦都吸進從中間吸進來 然後呢把生命的快樂轉出去給對方 就把對方的痛苦吸進來把生命的快樂給對方 所以你就會很快樂 就像我們今天提早來這個學校 我們就先進教堂坐在那邊念經 希望在這個教堂裡面進來的人都得到快樂 聽說那個教堂裡面很多人結婚 所以我在這邊念經希望他們結婚以後了解這個真理 不然兩個天天吵架一輩子也不快樂 所以簡單的說我們你要得到生命最高的快樂 我們這個生命就像一個吸塵器把不好的透過我吸進來 把好的透過我布施出去 就這麼簡單的道理 所以各位用在家庭好了 你回家以後不要要求你的先生太太兒女對得怎麼樣 而是說我回到這個家我目的要來給他們快樂 我賺錢要給他們 我不會要求他們 那你就快樂了 就像各位來這個學校上課 你要想說我來這個學校希望校長、教授、同學 都因為我的存在而快樂 我幫他們做一點小事 然後我對他們沒有求什麼 那你來學校讀書你的心靈就會成長 就像各位將來去一個公司上班 你要想我要把我的能力、知識 來奉獻這家公司 來奉獻所有的客戶 那無所求的去服務 那你最快樂 那個時候老闆會給你最高的薪水 你根本不用想這個事情 因為要找到這種人不容易 而且各位最重要的 比如說你媽媽在生病 你如何讓她不要生病 那就是你保持一個快樂的心 去跟她說話 因為你會影響她的 所以她自然心情也會好起來 然後進一步呢 你又去幫助你媽媽 還有幫助更多其他的老人都 雖然她在生病 你跟她講笑話 你讓她快樂 那這個力量 你幫助十個老人 心情很快樂 身體很快樂 這個力量給你媽媽 你媽媽很快就好起來 人的命運 是決定在她 對待其他人的行為反作用力 譬如說你很想有錢 才可以幫助更多人 那你現在就不要自私 多用你的錢或體力 去幫助更窮的人 多用你的能力去幫助老闆 那你自然行為反作用力 別人就會給你很多錢 那你就可以幫助更多人 所以剛剛我講了 你對世界笑 世界對你笑 你罵別人 你被別人罵 所以你的眼睛不好 那如何讓眼睛好 那你讓別人眼睛很舒服 點燈啊弄得很漂亮 看得很漂亮 你讓更多人眼睛很舒服 行為反作用 你的眼睛就很舒服很健康 所以做一個結論 人是自己命運的工程師 人是自己外表的雕刻師 是我們自己在製造自己 你為什麼眼睛很迷人呢 因為你的眼睛不瞪人家 你經常用漂亮的東西給人看 所以你的眼睛就很漂亮 這很自然的道理 你的皮膚為什麼很漂亮呢 你不亂丟紫屑 地板擦得很亮 把黑板擦得很漂亮很乾淨 你的皮膚就很漂亮 所以我今天講的重點是 你的心才是你的真正的宗教 所以我們現在要找到一個圓滿的宗教 那不分你是佛教 道教 回教 那個只是一個名字 一個人能夠愛對方 不分你跟我同不同宗教 不分你跟我是不是像同一個國家 我永遠要去愛你 愛心 平等的愛心才是真正的宗教 有一個故事 有一隻毒蝎掉到一個洞裡面爬不起來 那有一個有愛心的人 就用手去想要幫助他 結果毒蝎就咬他 人家說你好笨啊 那這個人說 他咬我是他的責任 救他是我的責任 我做我該做的 就像各位 你沒生病的時候 也最好去醫院做一做 為什麼 你就坐在那邊 用你的心 很健康的心 很慈悲快樂的心 去影響整個生病的人 慢慢他們會被你影響 現在很多人得癌症 醫院都客滿 為什麼 大部分都是來自於 很喜歡吃肉 因為動物被殺很痛苦 所以吃肉的人很容易生病 那我們不能管 不能管他吃不吃肉 那你自己吃素 經常吃素 保持平等的心 坐在醫院 來觀想他們 他們就會慢慢因為你而好起來 有一句話 吃素不是為了自己的健康 那就是知識了 不要有為自己 吃素是為了愛眾生 愛動物 慈悲心 那你自然健康 你不用求健康 像我自己 我得到一個證明 我的媽媽得癌症 很痛苦 那我師父說 那你就吃素 我一吃素 我一吃素 餵我媽媽 她就好了一半 不可思議 有一個真理 這個世界沒有單獨存在的我們 一切的存在都互相影響 所以你可以影響世界 世界也會影響你 所以我們每個人的心態 語言行為 都在影響整個宇宙 都在參與整個世界 所以你媽媽生病 那你就保持慈悲心 不煩惱的心 又去幫助別人 那你就可以影響你媽媽的身體 現代人很喜歡批評政治 我覺得這樣是傷害政治 今天 任何一個政治的人物 他做的事情跟你不一樣 那你更要用光明的心 柔軟的心去影響他 他就會改變 黑暗不能消滅黑暗 唯有光明一點 黑暗就消除了 暴力不能消滅暴力 也唯有無私心的慈悲心 才可以消除對立 消除暴力 血不能把洗 血洗乾淨 唯有用清淨的水 可以把血洗乾淨 唯有用慈悲可以消除暴力 消除戰爭 現在人很喜歡講世界和平 結果在餐桌就吃很多魚肉 一點都不和平 現在人經常把他家的廚房 當作殺生的地方 把大家的冰箱當作冰儀館 把他的肚子當作動物的魂墓 所以現在世界不和平 所以現在人很重視環保 重視天氣 那各位現在世界已經流行Vegan了 大家都知道 一個人修慈悲心 然後呢 不要吃動物 那這個世界的環保 就可以種了很多樹 就不會破壞整個環保水質的問題 但是你已經吃樹了 卻脾氣很不好 那你依然在破壞世界 曾經有一個人問我一個問題 他說 師父那個乳牛 為什麼會做乳牛好可憐 乳房那麼大 每天被擠奶他們好可憐 因為乳牛也不想這麼受苦 那為什麼會如此 佛教講 因跟果 過去是 喔 他可能很喜歡用它很大的乳房 去讓別人欣賞 然後呢 去玩弄這個性的問題 所以他現在就變成這個果 很可憐 所以聽起來不好聽 但是這個事實 所以簡單的說 他們為什麼會被殺 因為他們過去殺人 他們為什麼會被欺負 因為他們過去欺負人 這是簡單的原理 有一次我跟我的師父去泰國 他們路上很多狗 然後他們都得皮膚病 很多狗得皮膚一直癢一直癢 我就問我師父說 他們為什麼會做狗 我師父說 他們過去是個男人 都很好色啊 每天都很好色啊 所以他們現在天天皮膚癢做狗 所以我們要了解個真理 每個人都必須為自己的生命的快樂和痛苦 負百分之一百的責任 你現在做的會影響明天 你這一輩子做的會影響下一輩子 你過去是做的會影響你這一輩子 你要了解這個真理 所以今天我們到華盛頓 當然看到很多戰爭的紀念碑等等 這個不是一個正確的想法 因為我打贏你了 將來你還是會來打我 所以唯有平等的真理叫空性 唯有平等的力量叫慈悲 才是世界跟眾生真正和平的方法 比如說各位聽一聽 如果你願意相信 那也是個善根 就像我們佛教的真實故事 釋迦摩尼佛的家族全部被殺掉 女人被砍手砍腳 男人被推到河裡面淹死 那人家就問佛陀說 你成佛呢 你的整個家族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呢 佛陀就說 在過去是 當然各位你要相信輪迴 然後我們釋迦族的人 為了要去抓魚 擁有紅色的毒汁 毒死 河裡面所有的魚 那現在呢 魚王就變成琉璃王跟將軍 帶著他的軍隊 來把我們整個釋迦族殺掉 所以無論如何各位相不相信 如果你要得到這輩子生命的快樂 從今天開始 不要因為你的自私 去傷害到其他人或任何動物 才不會傷害到你自己 所以一顆善良好心 你才有生命的快樂 一顆不善良玩弄別人 欺負別人的心 你會造成你生命的痛苦 當然有人會問 那小朋友他沒有做壞事 他為什麼會遭受這麼痛苦的 被殺死或是病死 不是光這一輩子 因為各位要相信 人還有過去式的行為 他也要負責 所以我們做個總結 等一下各位如果有問題就可以問 心主宰我們的命運 所以你要訓練好你的心 不要讓它有負面的心態 而要讓它有正面的好的心態 命運才會好 我們的心指揮我們身體嘴巴的行為 而製造我們的命運 所以各位要了解 所以內心裡面不好的心 你一定要消除掉 一個人為什麼會心臟病中風 因為愛生氣的心就會這樣 一個人為什麼糖尿病 腎臟不好血液不好 因為他貪心很重 他就會造成血液水的問題 一個人為什麼會生在一個破碎的家庭 甚至爸爸媽媽不愛他 甚至像孤兒一樣 因為他過去去破壞到其他人 或甚至是把一個鳥巢 一個動物的巢穴 把它給傷害掉 破壞到動物的家庭 所以他生的家庭就不圓滿 第二個 你希望這個世界越好 國家社會 那你要從你的心做起 你的心變好了 世界就會變好 你的心健康了 你的身體也會健康 你的父母也會健康 好 那今天要送給各位一些東西 這個很重要 看起來很簡單 但是他代表佛陀的心 那我們不是佛 但是我們把這種圓滿的心態 跟這個行為力量帶在身上 希望我們有這個力量 幫助自己也可以幫助別人 那這個袋子裡面有六個咒語 什麼叫咒 就是這個佛的圓滿的功德叫咒 然後你把它帶在身上 跟人家握手跟人家講話 希望對方也得到這個很好的力量 特別像這一張 今天你去魚市場看到很多魚都死了 你把這一張碰碰水或沙子 然後給它撒在那些死掉的動物 那這些死掉的痛苦 但是等一下要被殺的動物 都不太容易有痛苦 它不會再淘汰做動物被殺 那這一尊佛陀是什麼成佛的 因為它修不生氣 永遠不生氣的慈悲心而成佛的 所以你要帶著 希望自己也不要生氣 你只要記得它就好 因為生氣是最傷害愛心跟慈悲心的 如果你要成為一個有愛心有悲心有力量的人 真的要控制脾氣 所以如果你希望成為一個總統 這麼有力量的人 很有錢的人 你首先要做的就是不能生氣 你想要你的臉長得很漂亮 不被討厭 你想要你的聲音很好聽 有些人為什麼唱歌不好聽 你知道嗎 愛罵人聲音很難聽 所以你講不好聽的聲音 你罵人 所以以後你唱歌講話聲音就不好聽 這是很自然的真理 所以你多照顧貧窮人 你將來賺錢就很容易 你多照顧老人讓他健康 你老了就很健康 你爸爸媽媽也很健康 所以人都可以影響世界 所以你希望以後你做事業 很多朋友來幫你 那你現在就要開始學習熱誠 幫助你周圍的人 鄰居 學校的人 那你將來做什麼事 都有很多人幫你 你頭很痛 怎麼樣快一點不要痛 多不思頭痛的藥給別人 給窮人 你的頭就很快 你很容易感冒身體很冷 那你多送衣服給窮人穿 讓他不怕冷 那你自然身體就不會感冒 還有一點 如果你生女兒 很怕你的女兒被男人欺負 很簡單 你買漂亮的衣服 去送給孤兒院的女孩子 送給她 那你的女兒身體不會被欺負 所以各位如果要了解這個道理 那有機會就多看看佛陀的語言 佛陀的經典 你就可以了解你自己 那你就可以了解眾生 但是你不見得要改變你的宗教 因為每個民族文化都有它的宗教 那我們不就要講的是 心態 這樣就好了 不需要改變你的宗教 所以我們看到耶穌基督揹著十字架 代表忍受別人的痛苦 這是一個很好的道德 我們看到聖母瑪利亞 代表無條件的愛 就像母親愛兒子一樣的 愛所有生命 包括愛你的敵人 那就對了 好 各位有問題嗎 感恩海濤法師開始 我想問一下 作為普通修行人 沒有破除自我的時候 怎麼破除情感的執著 當然首先你要怪自己 因為太愛他了 太愛他了 太愛他了 然後你就拔不出來 那所以你現在開始要去念習 剛剛講了 那就去愛一些你不認識的人 把你的感情 慢慢去訓練對不認識的人 慢慢對他的執著就會減低吧 再來你如果按照佛教 要多讀金剛經 因為金剛經 它就在破除這個我像 那抄寫金剛經 讀金剛經 思維金剛經 透過佛的力量來幫助你也很快 我順便提一個問題 所以有人問我說他很怕鬼 或是問我說那個房間有鬼 那怎麼辦 佛教不是把鬼趕走 佛教是說 那我就去那個房間對鬼很好 鬼就變神了 慈悲心它就不是鬼了 然後就沒有鬼了 或是你念一念慈悲心的經典 大悲咒 就說慈悲心一起來 你不要怕他 那個鬼就被你慈悲心影響 他就變成慈悲心的神 這樣就好了 所以如果你願意多去慈悲 慢慢你感情的執著就會減低 所以各位要練習 像我看到花 喔謝謝你花 好漂亮喔 這也是慈悲心 當你喝到水 喔謝謝這個水 哇來的不容易 感謝它 而且我要喝水之前還會噴兩滴 喔希望他們也可以喝 希望這個地方乾淨 你就一直在培養就可以 當你穿衣服的時候 哎呀 你要想 當願所有能的人都有衣服穿 你就一直在培養就好了 當你吃飯的時候 各位 吃 吃飽的時候 你就想 我希望所有人 所有動物都吃得飽飽 那你就一直在培養這個慈悲心 那那個負面的執著就不見了 像各位拿著這個帶在手上 你不要光帶著 你每次要摸一摸 唉唷 它會發光 它會給別人快樂 你要這樣想 當你拿著念珠 不是 歐麻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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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 我愛你 我要幫助你 你要加上這個念頭 那你愛太多了 你就沒有個人的愛 前進有個女孩子問我說 她沒有人愛 沒有男朋友 我說沒有關係 你多去愛別人 你到時候男朋友就一大堆 真的後來就是這樣 但是記住一句話 愛不要建立在欲望 愛不要建立在做愛上面 喔 還有問題嗎 我家裡有幾個老鼠 但是你們是修了戒的人 是不可以上身的 但是呢 它半夜裡都會咬東西 我就起來說 這個地方是我們住的地方 希望你走在外 你不要到這裡 我們都要睡覺 過了一段時間 它又搖我的枕頭 後來我就想 什麼辦法可以把它 出去 就是說 我們也不能激傷害它 顯然你不很愛它 你不愛它 它就會更在你家 所以這些老鼠在你家 都跟你有緣 做過你爸爸媽媽 兄弟姐妹 你一定要相信 不然不會在你家 而且你欠它債 那這怎麼辦呢 你就愛它吧 多一點食物給它吃 白緣一點 你要對它好 它才會對你好 這是真理 你要相信 雖然聽起來很愚蠢 佛就告訴我們 慈悲就可以超越一切 但是千萬不要討厭 對吧 好 換你大聲一點 好 好 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因為我們這邊也有很多美國的同學 對國教感興趣 但是這邊缺少很多國學的 國教主席的作用 是不是有什麼建議說 從哪裡開始比較好 我想 我想 並不是美國人民對中國人民有意見 我想 比較大部分 是領導人的 因緣的問題 所以你現在 也一定要 我們 我們是中國人 那我就替中國人觀想 送花給 總統 給川普 你要這樣觀想 可能我過去對不起你 你要這樣觀想 然後也觀想 哦 那我們 美國人 也送花給我們 主席 對不對 那你要這樣去想 而且 佛教也是真是這樣說的 再來 多供養像這樣一對花很漂亮 那你要供養 兩方面合不來的時候 那你要 經常在佛前供一對花 點一對燈 有一對一對一對的 那如果你喜歡放生 就要放鳥 因為鳥永遠在一起 它不會分開 感情不好也好 兩方面對立 你要這樣去做 因為我們身為一個 哪是我們是中國人也好 美國人也好 在佛教來講 中國人就是美國人 美國人就是中國人這樣 使他們有分別 但是我們要以無分別的這種 空性跟慈悲 多用這種念頭 如果我們這個念頭越多 兩方面就會很快就會和諧 但是千萬不要加入批評 加入批評會火上加火 我想不是光對我們自己的國家 對敘利亞 對有災難的地方 對貧窮的地方 各位要將你的功德 不管你是供花念經 多多的回想給它 反正正面的力量多 它就負面的就減低了 我說緬甸人在處理洛西亞的人 所以我在觀想的時候 我用洛西亞的名字去做很多供花 回向給緬甸人 也用緬甸人 然後就回向洛西亞人 就是說我們佛教是造成一個和諧 用一個慈悲心就可以造成和諧 所以一個重點 這是佛法要解決的 中國人 美國人 西班牙人 非洲人 通通是平等的 但是因為世界人有分別 所以有對立 所以佛教要用空性平等超越一切 所以我們必須用這樣的心 一直去影響他們的心 希望這個世界達到世界一家 很有分別 不但是人 包括動物也 養一隻狗 一隻豬 跟我們一樣有感受 我們也會慢慢成為跟它一家的 就這個意思 第二個問題 你講的問題真重要 因為唯有佛法的真理 真是舊世界的光明 可以超越宗教 超越國家 超越種族 那是如何讓這個真理 也能夠讓所有的學生 部分宗教都可以聽得到 首先你要祈願佛的加持 經常念本師釋迦牟尼佛 念阿彌陀佛 特別這邊是喬治華盛頓大學 那你要齊請華盛頓加持 他有力量 齊請靈梗加持 他有力量 他在這個土地有力量 並不是因為他肉體不在了 那再加上自己的這種悲心 你自己的悲心 希望你的同學 更多的華人 能夠了解這個道理 那自然因緣就會成熟 這個叫佛教的不可思議 但是有一點 慈悲是一種責任 那我們就要開始 負起這個推廣的責任 所以慈悲不是放在心裡面 慈悲是一種行動責任承擔 你要開始去做 慢慢就有一個變兩個 兩個變三個 那我也希望我會去蒐集一些 更多英文的書 中文的書寄給你們 那你有機會就給他們看 好 還有嗎 再一個問題 時間到了 OK 對 我們如果說拿這個作文 平常 就是說 我們出去的話 戴在身上 如果是我戴的話 我是想說放在這個錢包紙 然後放在身上 這樣是不是不方便 對 要放在上半身 不能放在下半身 還有您說 要給我們那個 手 對啊 對啊 那我們建築的那些手紙 要拿下去 你只要有 蓋起來就好 因為你們穿長袖沒關係 那如果短袖 短袖 事實上 我們也會把它 自己有時候會唸一下 翁阿翁好像就蓋起來 對啊 就是觀想 因為你不能為這個 拔來拔去 而且佛經說 最好你連洗澡都帶著 為什麼 因為水碰到這個 這個流到水溝 水溝裡面包括流到大海 魚都得到裡 這樣 但是有一點 各位千萬不要一直依賴這個 喔 帶一大堆 重點是你的佛的心 一個慈悲心 佛的心 那是最大的力量 我們是透過它 透過念祝來提醒自己 所以今天的主題 一顆好心 善良心 慈悲心 真的可以改變世界 可以幫助別人 我們外國朋友有問題嗎 我有個問題關於這個 這個咒 剛才師父好像說 可以對往生的人有幫助 請問我們是怎麼可以用呢 像一個人要往生了 你把咒拿起來給他看一下 經典說閃一下光 他就不會墮落地獄軌道 甚至如果他願意你碰到他頭頂 就等於佛進入他的身體更好 更重要如果他願意 就把這個咒放在他身上 他埋了也好 他活化也好 只要碰到他身體 他就將來可以不會受到痛苦 各位記住 你這個帶著 這個人快往生了 快死亡了 甚至他已經很重的病在醫院 你就把這個送給他 帶在身上 對他幫助真的很大 我們這幾十年來看到 病得很厲害了 帶了兩天他可以慢慢出院 讓我們更相信 但是有一點 這個有力量是來自於你的信心跟慈悲心 如果你把這個拿去賣錢 那就沒有用了 所以下回我們會多一點來 各位就直接跟他要 最好學校裡面每個學生都帶一條 那你就成功了 那我們怎麼樣可以不用這個業 來去斷定其他人的受傷害 受痛苦 對 一個人要超越這個業的影響力 佛徒說 只要他進入無我 剛才講沒有貪稱吃的空性的智慧 他就超越了 你現在用針打你 你會覺得很痛 因為你還沒有修那個空性 但是如果我們一直努力修行 一個人要幫助眾生一定要修這個空性 他就不怕下地獄 他就趕向那些神父被火燒掉 他都要去傳教 這個就是一種智慧的空性的力量 有一點像各位在打坐meditation 你很認真的時候 你會發覺 本來身體很痛 腳很痠 到一個階段以後 身體的痛苦 你一點都不會影響 因為你專心在你的心裡面 就超越身體的痛苦 好 那最後我們還要把 各位今天在這邊兩個鐘頭的meditation 因為大家很專心 這個力量很大 要把這個力量布施給國家 就像這樣講 中國跟美國可以和諧 你要這樣觀想 布施給猶太人 希望他們死亡者得到超度升天 因為我們的心靈的力量 就可以布施給他們 後面我們寫著牌位 各位看到有吃的東西跟奶油 還有飲料 但是是給那些往生的小孩子 或是戰爭死亡的 我們把名字寫在那邊 也把這個力量給他們 特別這幾天在美國 在紀念老兵節 那我們這種修行的力量 也回向給他們升天快樂 各位帶著裡面這個圓圓的 貼在你的iPhone 它就會有發光 也可以幫助別人 好 那我們把自己的善的力量 好的心 來供養給國家世界跟所有生命 佛陀說 不為自己幫助眾生 它才是真正在幫助自己 跟我念 願以此功德 莊嚴佛淨土 上報父母恩 上報所有國家恩 上報所有生命之恩 上報三寶加持恩 下祭地獄苦 下祭惡鬼苦 下祭所有動物苦 回向所有墮胎太太兒 所有往生排位 美國境內 中國境內 所有人類 各種眾生 若有見聞者 吸發成佛的心 菩提心 盡此以報生 同生极樂國 南無阿彌陀佛 護持生命電視台 就是護持佛法 究竟幫助眾生 離苦得樂 所以生命電視台 有責任 將佛陀的正法 不分宗派 傳播在這個世間 希望各位 多關心生命電視台 多護持生命電視台 護持正號1996-5232 1996-5232 顧名生命文化基金會 海陀花酥 海陀花酥紅花燕點 3月29號 香港紅髮行程 3月31號星期日 上午10點 香港上村巴香古廟 點燈 要供祭祠被施食 4月1號星期一 上午9點半 即下午3點半 香港北角碼頭護生 4月3號星期三 念要王菩薩 要上菩薩 持摘儲罪七千劫 上午8點半 坂橋被怨寺 罷官栽解 慈悲三昧水禅法會 聯絡電話 02-2951-0565 4月5號星期五 清明節 念定光如來 4月5號星期五 持摘儲罪四十節 武殿楚江王千秋 上午10點 新竹浦原佛道院前廣場 親民孝親報恩 點腕燈 供外水 要供 護生 即時時超度 聯絡電話 02-2917-8855 03-533-7368 4月6號星期六 4月6號星期六 一千倍 旋天上帝萬壽 上午8點半 高雄和春技術學院 大發校區籃球場 親民孝親報恩 傳授八關栽解 護生 點腕燈 供外水 要供即時時超度 電話 零七五五六 九九一一 零七七一零三五二二 零七七二二一七四九 零七三六五四三六九 零七二二一二三二三 零七七八三一一二零 零七六二二二二五五五 4月9號星期二 距十月功德日 扇行與二行乘一千倍 上午8點半 屏東萬丹慈悲超度到場 親民孝親報恩 傳授八關栽解 護生 點腕燈 供外水 要供即時時超度 聯絡電話 零七七一零三五二二 零八七零七一一九零 4月10號星期三 距十月功德日 扇行與二行乘一千倍 既功活佛成道 上午8點半 麻豆園區 親民孝親報恩 傳授八關栽解 護生 點腕燈 供外水 要供即時時超度 聯絡電話 零六二一三一一一二 零六五七一九一一九 4月11號星期四 距十月功德日 扇行與二行乘一千倍 下午1點半 嘉義啟治學校 慈悲關懷 及親子教育講座 聯絡電話 零五二二五五八八八 零五二一六六七零零 4月12號星期五 念幼詩流離光如來 持在儲罪三十節 距十月功德日 扇行與二行乘一千倍 六點便成江王千秋 上午8點半 雲林觀音講堂 八關栽解 點燈 供水 要供即時時超度 聯絡電話 056331565 4月13號星期六 距十月 藥師如來書聖功德日 扇行與二行乘一百萬倍 上午10點 新竹浦原佛道院前廣場 點萬燈供萬水 要供 護生 祭慈悲詩時 聯絡電話 02-2917-8855 03-533-7368 4月14號星期日 距十月 賢傑千佛術聖功德日 扇行與二行乘一億倍 上午8點半 新店大名講堂 八關栽解 護生 點燈 供水 燕供即時時超度 聯絡電話 02-2917-8855 4月15號 日本紅髮之旅 4月16號星期二 巨石月功德日 扇行與二行乘一千倍 日本沖繩 賴長島 普堅天洞 豪足 即時 愚蠅